我们医生可以经过这个手术 让它变成在特定的位置 有一个窝 它变成酒窝或是梨窝 会不会很容易掉 其实不会很容易掉 只要你坐的位置坐得很正确 把线放的位置放得很正确 其实不容易掉 其实酒窝的形成是因为肌肉 它在活动的时候 产生了一个拉力 把这个皮肤往内拉 有可能会在某一些特定的位置 所以它有所谓的酒窝 有所谓的梨窝 如果说它天生有的 它就会比较特别 那我们医生可以经过这个手术 让它变成在特定的位置 有一个窝 它变成酒窝或是梨窝 那当然你受伤引起 当然也有可能会形成 我们在这个研究这个手术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去做了大量的统计 我们去针对台湾人 然后我们去测量天生的酒窝跟梨窝的位置 那后来我们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台湾人的酒窝呢 大概从嘴角 在你完全没有表情的状态之下 在它的口角往外 水平的位置大概2.7公分 跟3.5公分 这两个位置是会有酒窝 那这2.7跟3.5呢 是一个大概的 大概还有跟人的这个 这个脸的大小有关系 但是大概就在这两个位置 那梨窝呢 是在嘴角 做一个垂直线跟一个平行线 两个平行线 往外45度角 大概1公分到1.5公分的地方 是梨窝 那现在的酒窝手术 那个主流 主要还是用缝合的方式 现在网路上讲的内开式 缝合式 或者是定速机 其实它的方式都是同一种手术 那我们在手术的方式呢 我们先用一个刀片 当然会经过麻醉 我们在口箱里面做一个小切口 然后呢 我们再决定要不要拿掉一点软组织 再来我们会用针头辅助 在棉膜跟脸颊的皮肤之间呢 做一个连结 也就是把线穿到 我们的脸颊的皮肤下面 然后再拉回来 变成一个环状 然后绑起来 造成一个凹陷 酒窝跟磷窝的手术呢 基本上不会留下疤痕 可是呢 它会有一个恢复期 就是说你刚做完的时候 它在脸颊上面会有一个 笑不笑都会有的凹陷 这个凹陷维持的时间呢 大概在两个礼拜到三个月之间都有可能 那也就是说你不笑的时候 它有一个凹陷在那边 有些人会觉得有社交上的困难 那当然最近因为大家都戴口罩 所以这个问题会比较少一点 可是呢 它是一个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 那照顾上也很简单 它的肿脏预期呢 都一点点而已 大概在两三天 基本上你身边的人都不太会发现它 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事实上呢 酒窝离窝呢 它是一个 我们的脸部表情 激在活动的时候 对我们的皮肤 脸颊的皮肤造成了一个拉扯 那这个拉扯呢 是经过一个缝线 拉住的 当然如果你的动作 非常的大 或者很粗鲁 或者你用力去按摩它 这个有可能会松动 但是因为这个手术呢 基本上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手术 它是经过口腔黏膜 所以它在我们的皮肤上面 也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所以呢 它是一个很容易在重新再做 也很容易在修复 也很容易在恢复原来的这个状态 会不会很容易掉 其实不会很容易掉 只要你坐的位置做得很正确 把线放的位置放得很正确 其实不容易掉 它的注意事 素前素后的注意事项 跟一般的手术是一样的 比如说 你在手术前 你尽量不要选在周期的期间 然后如果你有吃一些 促进血液循环的药 比如说止痛药RSP0类的 比如说木耳啦 一些促进血液循环的重药啦 这种药物能够先停止的 会造成手术中 这个流血比较多的这种 这种食物跟药物 要尽量先停止 然后呢 如果你有在长期吃药 你要跟你的医生讨论 你的手术 是不是能够进行 那树后的照顾其实就很简单 因为它的伤口在口腔里面 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伤口 就是说你吃完东西 树口的时候 用一点树口水 然后呢 如果说很肿胀的时候 含一点冰块 基本大概两三天就好了 做完酒窝离窝以后 如果你觉得 那个位置不是你要的 形状不是你要的 或者你觉得它的对称性 你觉得跟你想象中不一样 那这个我们可以经过一个小手术 经过口腔进去 把那个线拆掉就好了 就会回到原来的样子 但是呢 建议还是要在手术完 大概一个月内 就去做这个手术 因为你脱久了以后 它的纤维化如果形成 你拆掉以后 那个凹陷会维持很久 才会笑掉 拆酒窝其实 它的注意事项 就跟你要做手术是一样的嘛 就刚才那些禁忌 那我们这样讲就是说 这些禁忌都不是绝对的禁忌 当然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说 我就是想把它拆掉 所以来的时候我们就马上拆了 基本上因为这个手术 基本上它是一个非常单纯很简单的手术 所以呢 如果真的想把它拆掉 那就尽早把一个月内就把它做掉 那这个拆除的手术也是很简单的 就从原来的伤口进去 那口腔黏膜基本上不会留下疤痕 所以拆掉也不会留下疤痕 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按喜欢订阅 并开启小银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